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宁 我现在在新疆,我在这边做和田鱼 大家还记得前几天咱们去和田的渔田矿上 当时在矿上小白捡了好几块那个渔田料 然后今天咱们把它切一下 渔田那个矿区的沙坡上捡了一些废料 然后现在我来把它敲一敲修一修 然后看能不能打一点猪子 可以看到明显的有大裂 如果切的话比较费料子 顺着它大力把它敲开 然后再来切 能打大一点猪子打大一点 能打小一点猪子打小的 包括这个也是从从上面上面捡的 我准备这地方打一个猪子 剩下的某几个街面 看一下出来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 很多小伙伴他就会很好奇 说是这样敲的话 会不会把料子 本来他不裂的给他敲裂了 他没有裂你是敲不开的 你看这敲开之后 包括现在整个就是肉疙瘩了 口的有点多 这个基本上没什么用了 做的话也只能做黑小的猪子 打平安扣 我觉得这地方打平安扣 打什么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天啊 如果能做能出三个平安扣 咱们这一趟也能值几千个钱 看看强刚才羡慕的小眼神 很羡慕吗 非常好 很羡慕吗 不给你看 看一眼一百块 小白在那边看着切料子吧 然后咱们在这边 得赶快给他上货 得赚钱 现在小白过来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 切出来的 你看这就是那一块 比较白的那一块 然后现在已经切开了 切开了之后 这些 连个界面都磨不出来 你看这肉 肉子多细 但是他连一个小界面都扣出来 因为碎裂太多了 这么大一块料子 然后扣出来 就扣来这一块东西 只能做一个界面 但是这个肉 你看他切完之后 这个肉提的白度 提升的白度 这个可以鉴定出来养殖了 也可以鉴定出来养殖 然后这个 像这些料子的这个 没有用了 没有用了 但是拿回去可以当一个矿镖 你看他这个肉 这个 这个是那个刀片磨的磨的印子 你看这些细肉 太细了 就是碎裂多 就是碎裂太多了 你看这 这是没有切过的面 这是前面 前面上面的茬子 切开之后 你看 里面这些肉 能不能磨成了0.4的小猪子 它里面全密密麻麻的裂 这么大个东西切出来这么一小块没裂的 然后能磨磨上一颗大的界面 其他的料子切完了没有 其他料子就在切 嗯对 你拿回去三个矿镖放在这 嗯 这块料子 然后现在 就是从中间 包括这块料子是我们之前挑的嘛 嗯 挑完之后 然后这样子切开了 嗯 切开了 切开了之后 然后这样子可以打猪子 然后我们后期的时候 看一下打出来的猪子是什么效果 包括这些都切开了 做一下 你看这里面带 带那种 鱼田料子 它里面带的有金沙 可能这做好之后 来来 小伙伴们 来这个样子看 这个样子看的话能明显一些 就是它带 带有这种金沙 就鱼田料的它的特点就是 它的浴室里面居然有带有 有一些 有一些料子有金沙 有些没有 嗯 然后包括这种就放在这 让它打猪子 这个想着说是先打能打16的 打16的打不了16的 然后打小的 然后到后期的时候 打开成名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嗯 这块料子就不做了 这块料子 咱们这一块料子也值了呀 就留着 就留着 这是上上次剩下的这几个 然后 剩了一点小边角 然后做了几个界面 然后几个界面也挺漂亮 挺不错的 啊 出来的这几个界面也不容易啊 来 哎呀 小伙伴们如果想要的话 可以死我啊 我觉得这一块小白玉 就是我们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惊喜了 然后我们这一趟 嗯 基本上 所有的开支都能回来了 然后还有其他的 剩下的那些料子 还可以做手串 我觉得 嗯 超出我的预期了 好的关注 我是阿宁 永床天阳的日子 咱们彼此陪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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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